由国防部办理的108年度 推动全民国防教育 即宣导募兵制走入校园活动 特别来到了宫东高宫展开相关的宣导 安排学子参与宣导国防教育和募兵政策的说明 展示了各项国防武器设备 提供学生装备穿着体验等等活动 期盼透过活动的进行 让学子对国防有更深入的认识 为了加强国防人才 日前国防部于台东宫东高宫办理108年 推动全民国防教育 即宣导募兵制走入校园活动 向学生宣导正确国防教育与认知 并将拖式飞弹车 维星车等 总计12项15件装备带进校园 拉近学生与国防之间的距离 是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国军团招募的活动 等于说可以凝聚一个焦点 对 那因为之前都没有在我们台东地区办过 那所以说花防部这是选择在我们台东 也是让我们台东的学生 利用这个机会能够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的国军 还有他们就是就学就业的一个管道 对 同时在风雨球场 由陆军仪队 义工队 及镇东战绩队带来精彩表演 活动当天并设有装备穿着与操作体验 让学生实际接触国防加深学子对国军的认识 我们是专门做所有国军装备修护 除了飞机跟船以外其他都是我们在修的 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我们卫报弹 处理小组的卫报装 然后跟我们所有后勤装备 后勤部队的所有的那个介绍 让学生了解我们后勤部队在干嘛 很扎实啊 很耐重 不错 然后就想说以后可能也没事做啊 参加三十四个月 最少四个月嘛 一个学期过了就没了啊 然后到达了十之后再输了啊 第一次得到满震撼的 但是我真的是很棒 破诗 宫东高宫校方也表示 鼓励各校学子都能正确找出未来适合的道路 积极加入国军行列 本次活动让青年学子实际接触国防 并增加对木兵制实际的了解 期盼未来有更多学子加入国军行列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